为了制作乌米粽 义乌慈激志工特地出城上山采乌梅枝叶 距离市区有十多公里远 那这个叶子再去包粽子烧饭都可以 在身体好 是一种纯天然的 栽采回来的叶子做成枝叶 白米经过一天一夜的浸泡就成了乌米 相较于其他的弱米较不伤味 如此用心费力 就为了特地来参加供修活动的法亲们 来自杭州 温州 绍兴 安徽 林坡 五个地区的志工们齐聚一堂 进行沿洗活动 大家欢迎法亲们回家 结缘品 送粽子也送苹果 更要把祝福用心细上 你看这幸福 这是一个铃铛 那么这个我们就讲了 当幸福来临的时候 大家都平平安安 吉祥如意 除了研习活动 台湾的音乐家黄一乔夫妻两人 同样在供修处和大家分享 他们做词祭的欢喜 用音乐和静思语与大家结缘 也说起了921地震那一年 投入震灾 心中的感动 也启发了大家的善心 这条菩萨道是我坚定 一直要走下去的 大家新闻 知识美志工 浙江报道 这条菩萨道